前面期讲的课程 我们讲了温度子界面的桌面 出标 我们知道温度子界面 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另外就是任务栏 所以本讲我们来学习一下任务栏 大家知道呢 这个条被称之为是任务栏 为什么呢 现在比如说我们打开计算机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单击浏览器进行上网 比如说打开出标的网站 那么现在 我们这个电脑执行了两个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单击计算机 单击 我们的网站 这样的话呢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切换 那也就是说 我们当前计算机正在执行两个任务 所以这一栏就被称之为是任务栏 我相信大家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另外呢 任务栏 它是有多部分组成的 在任务栏这个位置呢 是开始单击出现的菜单 所以呢 有开始菜单 然后呢 这是任务按钮 除此之外 那么当我们去关掉它们之后 那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常见的一些个图标 那我们以前被称之为是快速启动栏 就好像你要是上网的话 在这直接单击就比较快捷 那甚至我们还可以把电脑里边的计算器 然后锁定到任务栏 让它在这进行显示 所以呢 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是快速启动栏 它跟以前的操作系统已经不再一样 除此之外呢 这个地方是输入法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显示图标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是时间日期 还可以显示星期 除此之外呢 后边呢 还有一个显示桌面的这么一个长条按钮 这就是呢 我们温期里边新的任务栏 我们简单明白一下 它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它为什么叫任务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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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